繁星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 而第一届透过繁星进入大学的学生 今年已经念大四了 有一些就读顶尖大学的学生 回想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因为身边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明星高中 一开始的确会觉得自己跟不上 甚至一度想要转学 但是在慢慢调整了念书方式之后 繁星帮的平均表现 并不会比一般学生来得差 今年就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蔡孟婷 是第一届繁星计划的学生 来自台南北门高中的她 是全校第一个上清华大学的 回想大一刚入学时 班上几乎都是明星高中的同学 压力大到让她差点喘不过气 就是很快速的一些 就可以说出一些很有 感觉就是很有内容的东西 可是我们就要想很久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说得出来 对在前面上课的老师来说 就觉得这个学生就可能比较没有用 自己会觉得很激 因为觉得功课赶不上 蔡孟婷一度自我封闭 甚至想转学 还曾经和同样是透过 繁星入学的室友抱头痛哭 但她不想认书 找老师求助 才发现自己的问题 出在念书的方式 我觉得光是高中跟大学 这两个的读书习惯 跟读书方式本来就差非常的多 总会有一些就是 我想要看齐的那些同学们 他们都会比较自动自发的方式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同样来自区域高中的黄佩倩 也是学校第一个进清大的学生 当时抱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 进到清大 同样也打击不小 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然后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本身的程度 好像没有像一般学校同学程度这么好 我刚好身边我的室友 都是我们系上繁星进来的 那大家彼此也互相鼓励 所以就走过了迷惘的那一个大一时期 这四年来清大针对繁星入学的学生进行追踪 发现繁星入学的学生 学习态度跟学业表现普遍都很不错 虽然有些人认为他们录取进来的 学业测验的成绩好像还是在比较低线 但其结果他在学校的平均表现 是所谓优于大众平均 繁星计划让许多分明星高中和偏乡的学生 有机会拿到顶尖大学的学生证 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学弟妹 只要肯拼就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不要盲目追求名校 而忽略了自己的兴趣 记者在日文新竹报导